美国政府惨遭骇客入侵 国土安全部狭下的网络安全监管机关6月15号指出 一个骇客组织利用档案传输软体中的漏洞 针对英美等国的公司或政府部门发动攻击 许多政府和私人单位使用Movit向客户传送档案 骇客入侵之后勒索赎金威胁要把资料公开 受害机构除了政府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乔治亚大学系统造成上万人的各自外流 凶手很可能就是俄罗斯的网络犯罪组织 虽然Movit软体公司表示 已经与执法部门合作修复系统 但是类似的作案手法恐怕有其他组织会如法炮制 自安专家指出一个名为UNC4841的团体 在全球发动大规模的间谍活动 锁定被中国盯上的公司部门 发动攻击的范围遍布亚太地区和台湾 在科技时代如何避免自安风险成为国家安全的关键议题 三立新闻学听委报导 互联系分的攻击 分空风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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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 cic 的原本共会们 排队